很多马来西亚人都认为 实际上的生活风格前 多做点运动 还是照顾饮食 还是经过吃过那些服务 就能够降低坏掉固醇 其实这个是很错误的观察 心血管疾病是国内 非传染性疾病死因之一 而高胆固醇就是最普遍的因素 根据调查显示 每十名大马人当中 就有四名患有高胆固醇 很多人说 如果以为能够达到那个级级 我不要吃药可以吗 我可以只是照顾我的饮食吗 医生讲你要1.6 我已经叫你2.6了 我可以停掉的药吗 很多很多的研究都证实了 跟抗胆固醇的越低越很好 你想想看 你已经是有心脏病爆发了 所以你现在又不吃药 你给抗胆固醇越来越高了 这样你在心脏病爆发机会更高 还是中风机率更高 或许是对药物治疗缺乏了解 因此对药物潜在副作用感到恐惧 导致部分患者对着抱持光旺态度 你的医生可以是口服的 也有最新的一次打针的 而且很多药物呢 很多人有很多副作用 而副作用呢 其实是它的发生率是很低的 其实呢 所有的这个药物都有反应的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都要看它的好处 versus那个坏处 你吃了药 你中风 中心脏病的机会比较低 第二 那反应的机率其实很低而已 第三 所有这些药物都可以与药物与药物 根据你吃多少的 所以联系你的医生 然后他们会准备药物 或给你改变其他类型的药物 而有很多类型的药物市 在你的市场 你的医生其实可以帮助你 调查哪些是比较好 和对方的药物 以准备药物 注意饮食 那个很重要 然后最主要是你要吃药了 然后定型回去做检查 如果运动呢 能够提高好多挡处 不过不能降低坏的挡处群 一个人被诊断出 坏挡处群偏高时 需要遵循医生提供的 整体治疗方案 才能控制好挡处群水平 那到底坏挡处群水平 达到哪个水平 才需要接受治疗呢 根据那些女人的高血压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只是高血压而已 这样我们通常讲 我们少过2.6 所以刷处约数量少过2.6 所以2.6以上 我们通常会教你说 试图群水平 如果群水平不行的话 这样需要 如果你是有糖尿病的 然后有高血压的 又有心脏病的话 这样我们真正让你的坏挡处群 让LDR比较低于1.4 如果一个人没有 很年轻的 没有抽烟 没有加旧历史 没有高血压 没有糖尿病 这样 似乎我们不会接受 LDR比较多于4.9 全都要根据 患处群水平 所以我们推荐 大家应该去试图群水平 因为第一 没有症状 尤其是这些有家庭历史的 在比较年纪 比较轻的时候 已经中风了 还是中心这样的 还是他们有些人是有 Tike 1 Diabetes 还是已经在年轻的时候 已经有高血压 还是知道家庭家族里面 很多人都有高档不存的 也其实有家庭历史的 他们应该更加 及早去做检查 如果那些没有家庭历史的话 如果你知道 你自己的风险也是很高 比如那些成年的人 这样你应该也是 更早去做身体检查 如果能够了 三四五岁以上 应该去做检查 如果能的话 每年做检查一次是最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